第十五章 元澳至高神 摩高大陆乃是十二片大陆中极大的一方大陆了 在这片大陆上生活着无数的生命 每一刻都因为领主战争 帝国战争 神战而死去已亦为单位的生命 正因为这样疯狂的绞肉鸡斑的战争 也锻炼出一代代强者 摩高大陆中共有六名主神 近千名不朽神领 以及海量的半神传奇 封锁 站在七彩光膜下的罗锋肆意展开 俯瞰无尽苍茫大地 朦胧稀薄的金光笼罩着整个摩高大陆 不管是弱小的婴孩 还是强大无比的主神 紧接在无尽金光笼罩控制下 那些半神 传奇 圣者等等还能正常移动 可是不朽神灵 主神却是连动都无法动一下 加上空间封锁 顺移也是根本不可能 好强的束缚 好可怕的威能 伟大的圆傲至高神 整个摩高大陆上 分散在各地的近千名不朽神灵 几乎大半都立即高唤出圆傲至高神的名字 他们这些不朽神灵也有些灵魂仆从 透过仆从便知晓 朦胧金光笼罩范围之广阔 简直是不可思议 他们这些不朽神灵也是和主神接触过 知道主神的威能还强不到这般离谱 主神单单针对某个不朽神灵施展威压束缚也就罢了 要对上百亿公里外区域进行威压 听都没听过 这手段怕为有元傲至高神了 啊 我的二十二名仆从分散在摩高大陆诸多区域 竟然进阶被这金光笼罩 这 这得多大范围 超过一光年了吧 这 这是宇宙之主的手段啊 悬浮在半空中 在云雾深处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神殿 神殿内有着一名名穿着白袍或者金袍的仆从 侍者们 这里乃是传说中的光辉主神的神殿 能够侍奉伟大的光辉主神塔卧 自然是这些圣者 传奇 半神们的骄傲和荣张 可此刻 他们的光辉主神 却是坐在王座上 动弹不得 眼眸中都有着惊恐之色 不是元傲至高神 是谁 是谁 光辉主神塔卧 惊恐万分 这绝对是宇宙之主的手段 而殿下的一些不朽神灵 却是连喊到元傲至高神在上 殿外的半神侍卫一听 也连喊到元傲至高神在上 还有那些传奇 使者们也紧跟着喊到元傲至高神在上 光辉主神塔卧坐在王座上 一脸惊恐惊怒 却也顾不得迅斥挥下强者了 挥下不朽神灵和元傲至高神没什么联系 可他乃是元傲至高神的灵魂仆从 自然了解这并非元傲至高神施展 元傲至高神在上 元傲至高神在上 整个光辉主神神殿中大量强者喊着声音此起彼伏 在这蕴含着无尽崇拜 敬仰的呼声中忽然周围时空仿佛都停止了 连那些不朽神灵半神等都进阶在这股威压下闭口 一切安静了 远处 一道沐浴在金光中地有着深青涩四溢的男子正漫步而来 一步步行进 所有不朽神灵 半神 传奇 包括王座上那动弹不得的光辉主神塔卧 都是看着那男子 塔卧 这羽翼男子漫步而来 看着那王座上的光辉主神 声音却是响彻在大殿中 你是元傲的灵魂仆从 竟敢对元傲至高神不敬 敢直呼元傲至高神之名 神殿中的一名传奇使者却是第一个尖声叫起来 虽然很恐惧这位存在 可是从小就被灌输着信仰元傲至高神的信念 对元傲至高神的信仰已经超越了对生死的恐惧 听到这位强大存在直呼元傲之名 他顿时愤怒了 直呼元傲至高神之名 该放逐到无尽黑狱中给烧死 你 腾 腾 腾 忽然三名开口的半神 传奇都瞬间化为飞灰 而后湮灭消散 罗锋却是看都没看一把 胆敢冒犯宇宙之主的威严 小小御主 借主那是贤命长 反而神殿内的那几位不朽神灵和高座 在王座上的光辉主神塔卧却不敢出声 不说话 罗锋轻声道 回答我 你是元傲的灵魂仆从吗 王座上的塔卧忽然眼神黯淡了 机械麻木道 是 我是元傲至高神的灵魂仆从 下方的那几位不朽神灵 顿时震惊 抬头看向王座上的塔卧 看到塔卧暗淡的眼神 极限麻木 没有起伏的声音 他们顿时明白 这塔卧竟然不声不响就被控制了 他们很清楚 塔卧主神 就算在浩瀚宇宙中也是宇宙尊者 也算是纵横宇宙的真正强者了 想要这般轻松控制宇宙尊者 那等何等存在 果然是 我还以为聚恋知道的消息是假的 罗锋但笑着 将你的灵魂奴仆名字都告诉我 可呀 布斯罗马奇 光辉主神塔卧 继续机械说着 果然但凡灵魂仆从 只要是不朽 一律是目标 罗锋转俯看向下方的几名不朽神灵 差不多该送你们上路了 罗锋来这之前 就在摩高大陆上进行大范围的顺移 一次次顺移 很快就发现 整个摩高天路的强者中共 有二宇宙尊者 49名不朽神灵属于目标 之前在决案大陆搜查不朽神灵记忆 须知12片大陆一共数千名神灵 彼此都是认识知晓的 罗锋搜了记忆 自然也认识 摩高大陆上这些神灵 知道他们的名字 现在听光辉主神塔卧爆出的名字 一对照 的确但凡是灵魂仆从不朽 进阶都是此次行动的目标 不 饶命 伟大的存在 饶了我们吧 伟大的存在 我们没有任何和你为敌的想法 请饶过我们 我们会在以后生命中 一直感激你的仁慈 那几位不朽神灵剑罗锋要动手杀他们 立即各个祈求 认 罗锋却是猛地转头看向远处 目光仿佛透过一层层虚空 看到遥远处那突然降临 摩高大陆的存在 摩高大陆 一冰冷深青色的 广阔海洋的最上空 巨大的手臂忽然撕裂开七彩光膜 直接一步便迈入了摩高大陆 他 高大巍峨 头颅上的独眼摇摇 看着远处 他 便是元傲之主 那无尽的十二大陆上传说中的元傲之高神 哼 随着一声冷哼 他全身灰色铠甲表面 忽然兜腾绕起火焰 那无尽朦胧金光的束缚 根本无法撼动他 好强的威能 竟然令我都无法施展 掌握一方时空 这威能之强 怕是媲美顶级领域类质宝 幸好我刚好有一顶级领域类质宝 否则这次还得吃亏 元傲之主的神体 忽然放射出无尽的耀眼火焰 哗 哗 一瞬间无尽火焰便完全降临整个魔高大陆 啊 火焰 火 啊 危险 天呐 当魔高大陆异计的无数生命们惊恐万分时 可是他们紧跟着便惊愕发现 那看似很可怕的火焰 却仿佛没有一点真正火焰的威能 就算是最弱小的婴孩笼罩在火焰下 都不受一丝伤害 金色火焰笼罩下 就仿佛微风吹过皮肤般 看 海水和火焰在一起 一点动静都没有 好怪啊 整个魔高大陆震惊了 就算是正在进行的战争都停下了 因为无尽火焰笼罩下 虽然火焰稀薄 却也仿佛浓雾一样 令他们可看范围很小 而且天降无尽火焰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神迹 超越传说中任何一次神迹 之前的金光笼罩 朦胧金光还不起眼 也不影响生活 战争等一切 可无尽火焰 却令整个魔高大陆的居民们 眼睛可观察范围小很多 光辉神殿 饶命 饶过我们吧 当不朽神灵们祈求时 忽然无尽火焰降临 是无羽翼所形成的金色的国度 和领域类质宝 是有本质区别的 两个领域类质宝 一旦施展 二者会互相碰撞等等 比如当初在原始星 混沌城主的千宝盒 就和另外一件顶级领域 类质宝福山海 彼此碰撞 可若是迥然不同的威能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比如在罗锋的微星宇宙内 当初颁复之主的俄罗界 却依旧能存在 不会发生彼此碰撞 罗锋的是无羽翼所催发的 金色的国度 其实是对时空的一种掌控 类似宇宙之主 掌握一方时空的能耐 只是透过是无羽翼秘法 施展出来的更加强大 使得那元傲之主 都没法掌控一方时空了 所有目标 尽皆要死 罗锋目光一扫 放肆 无尽金色火焰中 传来元傲至高神的名字 那无尽火焰 立即保护着光辉主神塔卧 和那些不朽神灵 以顶级领域 类至宝的威能 虽说范围不如金色的国度 可这种束缚力 却是相差无几 完全能抵挡 金色国度的压迫 保护住光辉主神塔卧 以及那几位不朽神灵 元傲 你保不住他们 罗锋淡然道 这话令大殿内的光辉主神 那些不朽神灵 大量的半神侍卫 传奇侍者们都惊恶了 这位存在 难道连元傲至高神 都不放在眼里 这 这 他们从出生开始 便被灌输着一个信念 元傲至高神 乃是至高的 元傲至高神 救命 光辉主神塔卧连 急切喊道 伟大的元傲至高神 救命 那些不朽神灵们 也连喊道 他杀不了你们 金色火焰中 传来那威严的声音 可笑 罗锋摇头 轰 轰 轰 罗锋体表 却是弥漫出金色河流 九霄和金色河流撞击下 原本就被金色的国度 压制的无尽火焰 瞬间溃散 那金色河流扫荡下 光辉主神塔卧 和他的三明灵魂仆 从瞬间便完全湮灭 可恶 咆哮声 透过无尽火焰传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